从今天的盘面特征来看呢 发现还是比较强的 上涨的股票到达了475 下跌的股票是339 平盘的股票是413 从行业走私来看呢 是10个行业上涨 两个行业下跌 一个行业平盘 今天领涨的看一下啊 是plantation 这个在导盘有写 plantation呢 基本上也要开始要炒作了啊 基本业绩要开始爆了 今天呢就已经有赚钱效应了 另外一个transplantation呢 是因为油价一直跌 所以对它来讲是一种利好 其他账的还可以的 像property啊 property 以及呢这个construction对吧 对账的也是不错的 跌比较多的是financial service 那从今天的plantation 这边来看的外资和机构都有增加 这是比较好的现象 如果到收盘之后还是这样的情况呢 基本上要开始起聊的 从60分钟来看呢 就六彩油龙这边已经消失了啊 散户已经消失了 然后而且已经突破了这个平台 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三连扬 那这也是比较好的一种信号 当然在没有外资出来之前的话 也还是短期的反弹不了 最终它要突破这个平台 才能够接着带涨 否则的话还会继续震荡 translation这边呢 今天降幅也比较大 那资金一直在上涨 下面的外资也在持续增加 已经出现金差 但是庄家还没有出现 原因在于说 原油价格一直下降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个运输成本啊 这个生产 这个经营成本有所降低 Property这边呢 走了一个上升的第五浪啊 目前的第五浪 已经是第三天了 三天以后 如果说还能涨的话 那就是很好的事情了 下面外资状况呢 也在不断增加 这是比较好的现象 Attility这边呢 经过三年下跌之后 也是有上涨 但是目前来讲 没有突破新高 Construction呢 应该算 所有行业当中 外资进入比例最高的一个行业 你可以看到 现在前天的话 就已经 在上个礼拜四 就已经出现了 散户消失的现象 现在基本上已经连续 涨到第五天了 已经非常强势了 并且今天庄家还出现了 所以这个就是 值得我们去 重点研究的一个行业 Energy激边呢 也是有所上升 但是说 庄家没有出现 外资有增长一点点 但是目前来看 还是比较胶着的状态 Energy激这边连续三连扬 而且那个下边外资状况 也是持续增加 Race这边最近表现比较强势 尤其是关于房地产 你看建筑房地产 然后呢 这些Race都是跟建筑相关的 所以说这三个行业都在起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外资 真的要回来了 是吧 那么因为大选的这个事情 所以说都在回归着 Consumer这边呢 今天小幅上升 但是没有创出前面的新高 Tainology这边 目前呢是震荡横摆 外资和机构都没有增加 然后从周线来看呢 目前是一个小的阳线 Tainology Communication呢 就走弱了 下面外资有所减少 House Care呢 经过了三周的上涨 以及呢 经过了三天的上涨 尤其是周五的时候呢 出现了极阳 所以今天容易调整 到目前为止调整幅度不大 所以说整个商区是还可以的 下面的外资状况呢 略有减少 Bandall Service呢 突破前击高点之后呢 已经有回撤 当然回撤的幅度不大 在没有回到 在没有跌破前击高点附近 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明天如果说阳线的话 就开始上工了 从今天的涨幅榜来看 上升超过18仙的股票 有23只 然后下跌超过18仙的 只有9只不到10只 这样来看的话 东方力量还是比较强大的 我们简单来翻一翻 今天的涨幅榜 从今天涨幅榜 我们来看一下 前边这几个基本 也都是没有什么趋势的 这个呢是0068 近期就是出现了一浪二浪 震荡很久啊 今天终于开始第三浪了 0060的话 近期走势一直很强势 那这个在前面有谈过它是吧 外资和机构举在增仓 所以它今天已经突破的平台 0241呢也开始走第三浪了 前边呢是有三天的上涨 然后后边出现二浪的回撤 然后今天终于一口气 突破了前几高点 并且外资和机构都有大幅增仓 7239呢 最近外资和机构 一直近的也比较多 所以说它也比较强势 9661啊 包括798呀 这些都表现还不错 0155的话 最近庄价比例啊 尤其今天增仓比较明显 所以经过了一步暴跌之后 怎么样 做了一个这样的三浪的模式 5151呢 今天再继续上涨 而且还突破了前几高点 0038是吧 基本上还是很强势的 所以强势股呢 一直在上涨 我们怎么去寻找到强势股呢 可以利用这个红利软件的六彩油龙和六彩神龙 以及红白圈就可以了 那你的股票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如果想要知道的话 可以发送你的股票代码 到我们下边的连移方式 如果还要学习更多呢 可以到我们线下的内容 以及呢 加入到谷歌讲股的学习频道 在这个频道里面呢 会有每天呢 去简单的啊 就一个早盘简评 会写 刚才我们讲的东西呢 其实是在早盘就有写了的 而且会有什么重要信息的话 也会发在这边 比如今天呢 就刚刚刚我们说那个 八个燃油灌起火 乌空袭和石油导致什么 IEA宣布集体投放原油储备 油价周跌幅在12% 这种情况一定会影响这个油价 所以说你有油气股的话 也是要小心的对吧 想要解更多呢 这种实战有用的啊 这种有营养有价值的信息的 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 谷歌讲股的学习频道 想要加入的同学呢 可以点击我们下边的链接 可以轻松加入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朋友 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每天中午都有五盘简评 那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